将放由菜籽棉幼虫的小青菜嫩叶放入培养米中 将培养米放入昆虫饲养草中 盖好 放在实验台上 每天添加嫩叶 观察菜青虫生长发育并记录 菜缝叠的幼虫经过四次退皮后 逐渐形成蛹 搜集蛹 把蛹用浇水粘在纸上 垂直贴在昆虫饲养槽上 观察蛹的陨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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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栏目 而且幼虫和成虫 在形态结构和生活习性上有着明显的差别 这样的发育过程叫做完全变态发育 明镜与点栏目